大家好,大家好,好运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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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和爱,这里是小河IC直播一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段飞翼之旅吧。 这文化声名远扬,行邀白词三管,一一生辉,多样的物后条件和文化生活,造就了一项可爱的飞物质文化遗产,内丘神马。 内丘神马是内丘县的一种木板年画,事先刻画木板神像,然后将其套印于白纸和桃红色辣光纸之上,进行印刷而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 内丘神马形式上分为小、中、大三种,大、中神马有黑、黄、红、绿四色,小神马主要为桃红色,而巴掌大小的小神马正是内丘年画的独特所在,是纯粹的地方土产。 内容上,神马的题材是独一无二的,以神为主,包括自然神、生活神、辱世道神、祖宗等等。 神马形象原始而怪异,体现着神秘而荒诞的共性,其线条质朴、简单、随意而自然,充满原始美。 体现了浪物有灵,人神和谐,神为我用等观念。 咦,你们的事了吗? 还没呢,宝贝,我们在想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了。 哦,你说的我是金军的小子吧。 魏晋军于2008年成为河北省省级废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内丘神马在河北省省级废物质民路中被归为民间美术类。 但正如画中画呈现的那样,它更是一种版画,是由匠人经过多重工序制作而成的。 目前,掌握这种记忆的人所剩无几,而还在从事审马工作的,仅仅只剩为金军。 我这些都是他,都买好多,都买好多,都买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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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好多。 你要是一年,你还要不看法,买好多,买好多,买好多。 内修审马的刻板工具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刻刀、利刀、挖刀等等,都是由一人自制的,而所用的纸张就是辣光纸。 大、中、审马的制作流程是从K板到画板,到刻板再到印刷的一整套流程。 内修审马的染料取自然,而又贵于生活,其红色来自石榴花,绿色取自当地的一种植物,琉璃琢,而黄色来自于淮米,黑色则是百姓家再寻常不过的烟灰或锅底灰了。 小审马只有一种墨色,在桃红色纸上刻墨线板就可以了。 这里就是魏敬军的交易室了,眼前的这台就是陪伴他多年的老伙计交易机,可有时候老伙计也会出错误,例如这些审马,印刷偏差就不能再用了,环境就是如此简单。 而已经印刷好三色的半成品堆放在另一个房间里。 魏敬军感叹于科技进步之快,现在的交易机可比之前好多了。 神马是魏敬军的心头爱,可是人毕竟要在这个物质社会生存,内修神马的售价只有两毛钱一张。 因此,魏敬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农民,和大多数农民一样。 他一年到头来从事着农事活动,初春灌溉土壤,烈日下面肠黄土插秧。 前堂一道袋肥料施肥,秋天收获玉米。 他会时不时看看自己的小麦苗有没有长高。 魏敬军有六个孩子,孩子们都在外打工,只剩他的老伴和小孙子陪着他。 他也计划把小孙子培养成内修神马刻板记忆的接班人。 内修神马的售卖是由内修县的村民进行的,售价两毛钱一张。 销售区域以内修县为中心,覆盖了邢台市的大部分地区。 向北销售到石家庄的部分县域,向南到邯郸,乃至西边的山西省境内也有他们的踪影。 由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年销售习俗与以往大不相同。 整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张贴。 在张贴之前,人们要将旧神马用火焚烧,或者直接将新神马覆盖于旧神马之上张贴。 内修神马的张贴时间在农历纳28、29左右。 张贴地点有其特定位置和方向。 例如,在造王神马中有狗与鸡的图案。 贴的时候要让狗头朝向大门,以保护家庭,镇兽外人。 与神马相关的供奉仪式, 贯穿于内修县居民的一整年日常生活之中。 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十五,人们会供奉神灵。 供奉习俗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供奉,包括食物、祭品等等。 另一类是心灵供奉,以香火或祈福黎纹的方式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地区现在仅仅张贴供奉一张全神神马。 神马是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图案集合, 其核心记忆世代相传,而古版形象也是不能更改的, 可它同样可以与时俱进,成为潮流。 寻根长城,项目发起人张明洪教授提出了一些可持续发展建议。 神马,这名称是一个好罪,可以和神仙沟通的密码, 这种符号非常正宗的中国式神马。 那么我们怎么能把它传计,这种新一代的年纪的喜欢, 那么怎么办,手法是一定的问题, 然后之后我们能有更多的艺术来去做同事这个内球神马这种形式的创立。 比如能不能用内球神马的这种手法去做一些动物, 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今天的一些产品, 而这个内球神马能够在将来让内球神马的这种艺术手法传承下去的图形。 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 内球神马是美的化身,是情感的寄托, 是爱与生命的期许, 也是规范这个异化社会的尺度。 它们是所有瞬息万变的曾经和当下的一点灵明。 有人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像是迟暮的老人, 等待着我们拯救。 而我刚愿意称其为新生的婴儿, 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贴内球神马,每年的烙月28、29左右, 我会和家里人一起贴神马。 它不是特律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吗? 里面的内涵肯定很丰富。 我觉得神马是我们内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遗产吧, 就是是我们内球的一个代表。 内球神马在内球一带的居民中, 一是具有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面传承下来的, 而是表达的是内球居民 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热爱。 神马是内球人民世代的一个信仰, 也是我们心灵的一个寄托。 我觉得它是一面多冷静, 有设书又是玩游戏的我, 可现在想要探索奇异的我, 是情愿的生生, 是想要探索未知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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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